一个职业赌客逢赌必赢的秘诀 我永远只赌一赔一的游戏 最近读到一篇一个职业赌徒的好玩 现在跟大家分享 这位职业赌徒谈到赌客普遍关心的问题 他说 你问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对付赌场 他提到赌场是他的一时父母 他说 他应该和赌场做朋友 这位职业赌客认为 要想长期在赌场赢钱 最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问问你自己 你战胜自己没有 你了解自己吗 为了和赌场做朋友 你做了什么工作 什么计划 你到了赌场里面 有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行事呢 很多人输钱 其实就是输给自己 赌场并没有骗你 逢赌必赢的秘诀非常简单 永远只赌一赔一的游戏 记住下面的三个诀窍 一 下注方法 二 注码法 三 时间观念 运用好这三点 你的赢面就大 一 下注方法 比如玩百家乐 你可以与稳健的三注路打法 也可以用微笑心法 甚至一些激进的打法等等 又例如赌大响 你根据什么去下注 下一把是买大还是买小 先定下下注方案 比如是只赌四把 四把内赢一把就行 只赌大大小小这条路 看见前面开出 小小大 就可以开始下注 为什么 因为前面三口 你要是下注 已经输了三把 现在开始下注 你已经在心理上占优势 你按照自己定下的 大大小小下注方法下注 赢一把就停 四把不中也停 方案你自己定 定下来就执行 就这么简单 不要管开出极点 只管是大还是小 不要让其他的因素 影响你下一把的投注方向 与围头算输 急停不追 二 注码法 因为赌场的所有赌博游戏设计 都是偏向对赌场有利 而对赌客不利 但百家乐只买闲除外 凭注法似乎无法保证长期在赌场盈利 只有适当加码才能战胜赌场设下的不公平游戏规则 但一般人对于一 三 七 十五和一 二 四 把这种强攻激进的注码法还是少有为妙 除非你是高手或者运气很好时 职业赌客提供了三种稳中求胜的注码法 三种稳中求胜的注码法 有的只是不停地追求一些越来越高级的理论 这时若有正确的时间观念 你就会发挥时间的威力 避免自己在赌场作乱屁股 陷入长赌必输的欠望 要想赢就要始终坚持自己的投注方法 执行自己的注码法 管控好自己在赌场的时间 保持自己的投注节奏不受影响 不得意